为什么还有投射物不吃投射物修正的阿威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玩过光明法师这个初始职业 它有个技能叫光明法球 按住技能就能持续施法 发射大量的法球攻击敌人 我刚开始还觉得这技能挺好玩的 加上大量投射物修正应该会很有前途 然而哇操 这东西的法球不吃各种修正 我装备了箭矩梁也没用 球依旧飞得那么慢 后面我还试了重型弹药 重型弹药也没用 还有分裂 也完全没啥效果 要是有用的话多好啊 配合图腾 放个炮塔打boss也挺好玩的 可惜啦 看来光明法师没前途啦 于是晃了PV中宣传特别霸气的裁决者 你还真别说 变身时感觉晃了皮肤一样帅 就是技能有些朴实无法 直到我学了他的主要输出技能 我捂啦 元气其实前撞其实就是个巨大的旋风掌 我原以为他能像宣传PV里面那样帅气 结果王者 他的输出技能怎么也是旋风掌啊 你看这技能 在原地飞速旋转 发射大量刀阵 实战起来 他就是个光主性旋风掌 还有你没学裁决者变身的话 变身会导致武器不匹配 问大家个问题啊 杨烟史强不强 我光看光明时累的技能由火焰加成 就觉得他应该会成为T0 玩过的说下 要是坑我就不练了